上集极箭小尝试,我们介绍了如何穿戴极箭服。 有小伙伴们说,穿那么多,那岂不是要热晕了呀? 即使在冬天,极箭运动员也会流汗,更不用说炎热的夏季了。 每一个极箭运动员都知道,使用极箭装备一段时间后,如果没有清洗,容易发出特别的气味。 所以,本集视频我们整理了一份,关于清洗极箭装备的小指南。 极箭面罩 每次极箭运动后,面罩没有晾晒或清洗,就将极箭面罩放置在箭包内。 容易使面罩滋生大量细菌,所以清洗面罩的工作不容忽视。 将面罩用纹水或洗衣精浸泡。 当然,加入一些小苏打会让它变得更干净。 用刷子轻轻刷洗后,挂起晾干即可。 极箭服 清洗时,只需要放入洗衣机,和普通衣物一起清洗即可。 洗完直接晾晒,注意不要使用漂白剂及烘干哦。 导电衣 导电衣具有导电作用。 过度挤压会使铜丝断裂,无法导电而报废。 所以清洗金属衣成了难题,但是只需要以下几步走,就能使导电衣坏然一新了。 首先,在水中,加入温和的中性洗涤剂,再将导电衣浸泡在其中,十多分钟后将它拿出。 用干净的水冲洗几遍,不要过分抿干。 可以用干净的毛巾擦去剩下的水,最后将它挂起晾晒。 但要避免太阳直射。 剑 运动完后,将剑放置到剑包内时。 要注意剑柄朝下,剑尖朝上,避免剑包在拖动时损坏剑尖,导致剑尖失灵。 毕竟剑尖是很娇气的。 剑身是钢材质的,练完剑用干部擦干净,再收好,避免受潮生锈,体现。 许多小伙伴们,打完实战后,将体现留在衣服内,随意放置在剑包内。 这种方法不可取,体现用完后应缠绕起来。 放置在面罩内,也方便下次取出使用。 剑包 至于放置装备的剑包,每周打开一次散散味就好了。 以上是极剑装备的清洗小建议。 趁着这个周末,快将它们拿出来洗洗吧。